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我們竹北黑Black的戴辰廷老闆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 哇大家其實看到竹北黑 可以感覺到其實是一個還蠻潮流的一個品牌 所以賣的是什麼相關服務呢? 還是是什麼樣的產品呢? 其實我們家是在新竹是非常在地的小吃 已經開了有大概40年左右了 從阿嬤然後到爸爸然後再到我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是祖傳三代了 所以我是在竹北我自己另外開了一間粉店 那我們賣的產品基本上是黑乾麵 我們黑乾麵的醬是黑色的 其實吃起來有點像是韓國的炸醬麵 有鹹甜鹹甜的感覺 然後帶一點點的微辣 那是我們的竹打的乾麵 對我們也有賣滷肉飯 也有賣很多的小菜 是 你剛剛在講那個的時候 我真的可以腦中可以想像出那個畫面 好像很好吃 對但是只有新竹跟竹北可以吃的到嘛對不對 對是 那滷肉飯也是嗎 對 也是 是那滷肉飯 滷肉飯的話有沒有機會是我們不是在地人 但是呢 我們也會有機會可以吃到你們的好吃的滷肉飯 喔有我們現在就是準備推出的就是真空包裝 像今天這一個就是我們的滷肉包 這一包呢才80塊錢 但是你至少可以吃個三餐叫個白飯 去自助餐買個15塊的白飯就可以配他吃了 然後這一個是台式泡菜是 只有酸酸甜甜沒有辣也沒有蒜 所以小朋友也很適合 對對對 神會可以吃的 對 那我就想要問老闆一件事情了 你們家招牌不是應該是那個黑乾麵嗎 但是怎麼不是做黑乾麵的真空包裝 反而是 副品牌 不是副品牌 而是出滷肉包跟泡菜呢 因為我們就是 很多人都說我們是被滷肉飯耽誤的麵店 蛤? 被滷肉飯耽誤的麵店 沒有被 被麵店耽誤的滷... 喔對 對對對 對 對就是很多人都說我們的滷肉飯 很多人覺得比麵好吃 但我個人我是覺得我的麵也很好吃啊 對對對 不能認輸 畢竟黑麵也吃了很久了 對 招牌嘛 但是我覺得說因為 滷肉我覺得比較方便 然後再來是接受度也比較高 因為畢竟有些人不吃辣 但是我們的乾麵醬是有點微辣的 那我覺得我先要打進真空市場 我覺得我先以滷肉為主 理解 所以就是 各位這個是被滷肉... 欸 被麵店耽誤 欸是嗎? 是被變店耽誤的滷肉飯嗎? 對 哈哈哈 那些你們懂我的意思就好 對對對 重點是 你知道通常這種被耽誤的東西都是最好吃的 麥當勞是什麼 薯條嘛 對 然後再來是肯德基的話是 好像沒有耽誤到什麼 蛋塔 對對對對對 蛋塔 所以你看那都是最好吃的 所以被耽誤滷肉飯一定會超級好吃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如果喜歡想吃的話 如何可以下訂呢? 可以上我們的官方網 加入我們的官方網 因為我希望我的顧客吃的都是最新鮮的 我的每樣產品我是沒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劑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下單了以後 我才開始幫你們準備 然後再以最快的速度 急速的冷凍 然後再出貨可以讓你們吃到是最新鮮的 好期待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對 是 那剛剛其實也有講到就是說 你們有這麼多的你看 爸爸媽媽那邊 爸爸媽媽那邊傳來的乾麵 然後到現在也有就是滷肉飯 跟我這樣專精的手藝一定是 相關科系畢業 然後出來就一直都是做餐體相關的路嗎 No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爸爸傳承下來的 對 所以都是爸爸教的 手把手的教 對 那我之前的話是曾經有 廚師夢過覺得說好像可以做什麼 所以我去學了藍帶 跑到巴黎還是高雄 我跑到法國 我跑去法國學藍帶 然後可是學了以後就 還是回家買麵 哈哈哈哈哈 天啊各位這個巴黎之旅 我覺得把它就當成是一個簡單的 學習Trip之類就好 Study Trip 對對對 那後來去了之後 回來之後你覺得 太難 所以就是沒有想要就是繼續走 南帶這條路 嗯 對其實我能接受 的東西沒有這麼的多 所以在法國的時候其實 我是很 就是上課的時候其實我是蠻 蠻不快樂的 因為每天就是殺雞啊 殺兔子啊 殺魚啊 然後每天都覺得好崩潰喔 就是要殺這些東西 而且因為是生的東西 其實都有股 味道 對 然後我會很怕 為什麼你不要親自殺 這不是市場可以買到嗎 No 就是他都會希望我們可以自己都會學習這處理食材 所以那一隻雞你都是要用手 然後要伸到裡面 然後把他內臟這樣挖出來 Oh my god 然後就會有各式各樣的味道 我覺得很可怕 對 對 如果是已經 已經處理好的食材在你的面前 對 然後你再去烹飪他 可能還可以 但是等於是你要自己去比如說雞還要放血啊 喔沒有他給我的時候已經是死掉了 但是你需要那腳那邊你需要自己用火燒 除毛 然後那內臟是沒有親的 因為整隻雞是完整的 所以你要自己親他的內臟 這樣 辛苦了 對 超辛苦 魚也是吧 魚就是整條魚 然後可是因為他們的魚是不能有刺的 嗯 發餐的料理的魚是沒有刺的 好棒喔 所以你就一定要怎麼樣去學會去刺啊 然後怎麼樣把肉 魚肉是一片一片這樣子把它是完整的 切下來要平滑完整的把它切下來 所以發餐為什麼可以這麼貴 沒有 沒有那麼不應該是應該的 對 尤其是我就是去以後 比如說 牛排好了 都一定會有Sauce 對 那這個Sauce可能是用十幾種或二十幾種的材料 你放在鍋子裡面一直燉煮 燉煮一個小時多 你再放到烤箱烤 烤完以後再拿出來燉煮 這麼大一鍋最後面濃縮的精華就是只有這麼一咪 就是你的牛排的Sauce 天啊 所以我們煮的你煮的那麼辛苦其實是Sauce 嗯 天啊好累喔 所以發餐它會貴不是沒有原因的 你看到只有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 但是那後面背後的功夫 是很多的 但那個味道的層次是真的很棒嗎 我覺得 需要花值得花這麼大的功夫嗎 看每個人嗎 對我覺得看每個人吧 可能你沒有丟那麼多食材就熬不出這個味道 Maybe OK 太難想像就是 我們都喜歡簡單 對 就好 但複雜可能 我們可能也不是專業的 不知道能不能吃得出它那個層層堆疊的層次的口感 對對對 太辛苦我還是吃滷肉飯好了 所以後來就決定就是 不要做那個法式的廚師 要不然在 台灣竹北 你光有一個藍帶的一個出事的一個症狀 天啊 真的 真的是 在台灣可以就是一帆風順 霸餐界 但也是也沒關係 是要以自己的喜歡為主 對我覺得喜歡很重要 後來回來的時候是就直接在家裡幫忙工作嗎 對 那既然在家裡做得好好的 又為什麼要出來再開一個事業呢 因為就想說想要挑戰自己看看 因為我結了婚然後有孩子了我覺得薪水不夠用 老公那裡 可以再多拿一點 當然就是會覺得說還想好還想要更好 好一點 如果闖了拼過了那就是我的 拼不過大不了就再回家 當員工就好了 我懂 我懂 我當初我在開的時候 我們是店面是用租的 我租在住宅區 那當時 5月10號跟房東簽約的 5月15號就疫情的三級警戒 差個5天 對 真的是差個5天 那他那時候疫情警戒來的時候 大家都不能出門 對 那你們的餐廳要怎麼辦 因為這個我還記得警戒的時間好像還蠻長的一段時間的 就剛好我覺得我運氣很好的是我貴人很多 因為我那時候就在想說我還要開嗎 但如果不開我的租金也是一直在燒 而且竹北的租金都很不便宜 所以我覺得能賣一碗是一碗吧 那剛好疫情幾屆中很多朋友做服務也都剛好也沒辦法工作 包括我先生也是 所以大家就開始來幫我就想到說 防疫外送好了 就是竹北就是可能150 200塊我就幫你們送到府 所以每天就派中午餐期就派五六個摩托車開始來回這樣一直送送送就送到 客人的家裡面吃 是 但我覺得也有個好處是在他們 像 有些人或許反而是 一開始不知道你們 但是可能看到一些廣告啊 有叫說 可以外送 叫來吃吃看 就一吃之後一試成足顧 就危機變轉機 對 哇 所以當時我也是 前面半年大概都是賠錢的 因為就疫情三級警戒嘛 其實 你一碗面三十五塊你要賣到什麼時候 就是房租又怎麼的貴 也有想過說很害怕自己沒有辦法成功 對 但是那個爸爸就是很鼓勵我 他就跟我講說 就是要逆風飛翔 你才會飛得更高 所以就是很鼓勵我就繼續 堅持下去 覺得爸爸真的是人生中很大的一個貴人 對 真的 那 我相信其實你們也一直都很用心跟很認真 你們覺得你們跟其他同行當中最大的優勢 或是你覺得最大的差異花是什麼地方 首先你開地點你就要先選 我是選在竹北 竹北算是一個 比較 Rich的城市 他們很注重環境的乾淨 那他們覺得價錢貴一點沒關係 我覺得比別人 獨有的特色 我覺得是你花最少最少最少的錢 可是你享受的是餐廳的品質 我也顛覆了一般人對小吃店的既定印象 可能是髒髒的啊 桌子黏黏的啦 什麼之類的 我沒有 我的油煙我是用飯店等級的靜電油煙 那設備花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錢 因為我不希望讓我的左右鄰居去聞到這個油煙味 我不想去影響到別人 所以客人進來吃也不會有任何的味道 那我因為自己也在店裡面嘛 我自己也要吃啊 我覺得吃的健康很重要 所以我是有跟賀仲牌合作 就是我都是用他們家的淨水器 我的水 我的湯 我煮麵 Anything 我都是有過濾過的 天啊 各位才35塊的麵 而且35塊的湯 現在外面搞不好麵都不只35塊了呢 對啊 我之前現在買一碗陽春麵乾麵叫45塊了 對 而且你們還一直還在35塊 你確定開在竹北是對的嗎 哈哈哈 就是要跟別人不一樣 真的 真的 那 那這個時候 你應該是說那些 身邊的一些 比如說在那裡的人 想說其實你再高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很多人都這樣跟我講 對吧 很多人都這樣跟我講 但是我覺得 還是要不要忘記初衷啦 只要我還能cover的範圍 其實 我這樣開店快4年了 其實每年的物料都一直在漲 一直漲一直漲 對 但是我就是覺得 只要是我還能承擔的範圍之內 我就是薄利多小嘛 就是能賺一點點就好不用賺多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吃的健康吃的開心 我覺得 很重要 對你想想看你花70塊錢可以吃到一碗沒有一碗湯 有肉又有麵 這加一點點錢的話你還有小菜 對對對 沒有燙青菜吧 有 然後我們這個泡菜如果只要是能用的客人都是招待的 哇真的喔 對 哇各位一定要去煮杯喝吃一下 太需要了 對 其實剛剛也想說 你們都這麼的用心 一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 感受到 然後也有一直給你們一些回饋 有沒有哪些回饋是 你們印象很深刻覺得很感動的 祖北其實它是個外來人口居住的地方 所以每逢過年的時候那邊是像空城 但我就是跟別人就是不一樣 就是過年我就是硬要開 對 然後我開了以後我沒想到真的還蠻多客人的 就是因為大家都沒東西吃嘛 所以就會來這邊吃 那有一年我開的時候 要結帳的時候有個小妹妹就拿了一張紙條給我 他在邊吃麵 他邊用注音符號 他寫說 老闆 你的東西很好吃 謝謝你讓我在過年的時候可以吃到這麼好吃的東西 我明年還要來找你 這樣 啊 這個真的是很敢 小朋友的 回應都是最直接的 對 對 那我相信也因為這樣子就會讓你們就是 你們一直都是用很真誠的態度去對客人 而且是 以你們能夠吃為主的東西 所以你們吃的安心 客人也可以吃的安心 對 對 所以我覺得也是這樣子 我覺得你的忠實粉絲應該很多 對 對 我們忠實粉絲 因為我覺得自己也有孩子了 食安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做餐飲 真的良心 是最重要的 那 我不管是在疫情三極境界的時候 哪怕是現在我都很固定的客員 我只要超過兩天的食材 我就是丟掉 嗯 因為我覺得口味是很主觀的 對 但是 只要你的食材是新鮮的 其實你難吃不到哪邊去 對 所以我很堅持 這是我的原則 就是只要超過兩天 我就是一定是 打掉 打掉 食材加新鮮為主 對對對 那這樣子的話如果有些年輕人他也想要加入餐飲這個領域的話 成為創辦人 你想給他什麼樣的建議或者是見解呢 我覺得如果給年輕人建議我覺得一定要有熱忱 你對於餐飲業或是服務業你如果沒有那個熱忱的話我覺得是很難經營下去的 因為挫折太多了 不管是你的人力 像台灣缺工這麼的嚴重 或是面對客人 包括奧客 其實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所以你如果沒有對這份工作你有這個熱情有這個passion的話 真的不要輕易的嘗試這個行業 再來是當你要實行計劃的時候你一定要相信 你要有信心 然後你要充滿希望 對 所以有辦法就是為自己的 夢想吧 就是 不會停步 因為只要是很多人如果這 不對這個事情是沒有熱忱的 一遇到挫折的時候很容易就直接 彈平了 對 對對對 但是因為喜歡所以 你會很認真的對待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對 我相信很多的人也可以 從 尤其是你的客人 都可以從你的身上 可以看到就是 你真心熱愛這件事情 然後 所以會被你所熱愛的事情被感染 對 所以在實際當中就可以感受到你的熱情 我們只要移到現場 就可以感受到你的對待的熱情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喜歡真的很重要 喜歡很重要 這才是你支撐這個事業最大的本體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的客人也很棒 我從我看到現在 我在那櫃台 客人都直接主動的很不吝嗇的給予我很多鼓勵 比如說 你的東西好好吃 我說 我沒有看過小吃店有這麼乾淨的 然後我說 老闆娘你的服務態度好好喔 各種的feedback 就是非常非常正向的 會讓我覺得 好有成就感 我就會很想很努力的 去做這些事情 讓 這個歡樂的氛圍 可以感染到每一個人 只是喜歡自己做的東西是大家 所喜歡 而且可以給一點回饋 對 好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謝我們的 竹北黑black的戴辰廷老闆 來到我們人物專訪 謝謝 謝謝